今天上午十点多,杭州西湖景区吉庆山隧道附近,一辆电瓶车和一辆小卡车相撞,骑车人被卡在车头底下,不少人赶来帮忙。 事故发生在杭州西湖景区龙颈路双峰里基龙山路段,出事的是一辆道路救援车,前挡风玻璃被撞裂,呈现网纹状,车前洒落了不少东西,估计是处于电瓶车的。 电瓶车车把上有不少血迹,勘察现场的交警说,骑车人已经被送往医院。 我们还在调查,我们也是后面赶过来,救援过来,当时卡了,稍微有点卡了。 骑车啊,骑车大帝他们都过来了嘛,我们其他骑地就是把这个保鲜杠,他的腿,他的脚部压住来,我们给他抽起来了,给他翻起来,翻起来了,然后我们就就是120过来了。 程师傅是景区环卫工人,他说当时他就在道路救援车后方。 我都听到刹车,有一点响声,当我撑来啊,他就一定给他撞到这里了。 这是双方人,我也看过,从那两个都过来嘛,从半马线过来嘛。 人伤的怎么样? 人伤的发现有个眼睛的。 据程师傅说,骑电瓶车的是一名男子,大概60多岁,被撞后右腿卡在了前保险杠下。 一开始,只有他和肇事车驾驶员,两个人想掰开保险杠,可力量不够。 后来交警到了,一起把人救了出来。 记者从医院急诊室了解到,骑车男子主要是脑部受伤,已经进手术室手术。 赵氏车所在公司的这位留财物说,事故责任认定,交给交警部门,公司会全力配合医院这边。 这里要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,雨天路滑,过几天可能还会有新一轮雨雪,骑车开车一定要注意车速。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。